大家好,今天来和大家说一下 我们电工在干活的时候 万不得日的情况下会待见作业 但是待见作业的时候 我们是先接零线安全 还是先接火线安全 很多人都比较迷茫 那今天我来和大家说一下 我们在待见作业的时候 先接火线是好 还是先接零线是好 就像这个白纸灯 我们接零线安全 还是接火线安全 很多人都没有正确的答案 那接下来我们日起来交流学试一下 我们如何接线才是最安全的 有部分人认为我们先接零线 然后后接火线是安全的 还有部分人认为 我们先接火线 后接零线 这样是安全的 那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来和大家说说 现在我来和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这个开关上现在是带电了 大家看一下 我合上闸刀 就是带电作业 来给大家用电笔测下 大家看到 有220伏的电压 那我们测一下零线 零线上呢 没有任何的反应 大家看 左边为火线 右边为零线 那现在我们开始接 我们呢 先接火线 好了 火线现在接上了 接上之后呢 我们现在来测一下这个零线 零线接的时候呢 有时候我们会用手触摸到 为了安全啊 我们先来测一下 大家看 零线上呢 有220伏的电压 说明啊 火线通过 我们的这个白纸灯呢 反馈到我们的零线上了 零线是带电的 是非常危险的 现在呢 有220伏的电压 那我们把火线拆了 然后先接一下零线 看会是什么情况 那我们先接零线 零线现在接上了 那我们现在测一下 火线上有没有电压 大家看 火线上呢 现在是没有电压的 零线上没有 那我们白纸灯的另一根 火线上呢 也是没有电压的 这样是相对安全的 我们刚才用电比测量了 那现在啊 我用万运表来给大家 再验 验证一下 我们用万运表来验证 现在啊 我们验证一下这个开关 开关上的电压是多少伏 大家注意看万运表 232伏 那侧左边 左边为火线 右边为零线 现在接的是零线 那我们呢 测量这个线 我们白纸灯上过来的 这个火线 向道 大家看 零线上呢 基本上没有电压 大家看 我侧开关的下端 和白纸灯的另一端呢 都是同样的电压 那我们啊 现在接到火线上 火线接上之后测下零线 大家注意看万运表的数字 大家看 火线接上之后呢 零线上是带电压的 是非常危险的 大家看 有220伏的电压 那我们在带电作业的时候啊 日进要先接零线 然后呢 再接火线 这个顺势是很重要的 如果说啊 错了这个顺势啊 那有可能我们就会被触见 是非常危险的 再来和大家说一下 我们拆线的时候 如何拆线啊 那零线火线呢 我们都接上之后啊 这个灯就发亮了 大家看 带电拆线的时候呢 我们日进要先拆火线 后拆零线 还是同样的原点啊 如果说我们先拆零线之后 后拆火线 那零线上还是带225的电压 日进要先拆火线 那火线拆了 然后啊 我们再拆零线 大家看 没有任何的电压 这样是最安全的 那我总结了这句话 带电作业的时候啊 我们接线的时候呢 先接零线 后接火线 带电拆线的时候呢 先拆火线 后拆零线 这个是很重要的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 不同的日进火箭事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呢 一起来交流学士 感谢大家 喜欢的朋友们点个关注